不然去年的俸禄 都周记了赤壁镇王将士的遗孤 今年的俸禄还没有领到 家中实在无欲千打九 这又何难哪 来啊 把我这个貂皮袍子拿去做鸭 换些好酒菜来 鲁肃因为荆州之事冲撞孙权 被孙权罢免官职 周瑜心中过意不去 第二天来探望鲁肃 结果到了鲁肃门口 周瑜当场惊呆 看着眼前的小别墅 周瑜心情复杂 转身就要离开 走了两步却又停下 犹豫再三还是进入府中 鲁肃正在家中练子 看到周瑜前来 鲁肃大喜过望 立刻吩咐仆人 出去打些韭菜 他要和周瑜一醉方休 不料仆人却表示 鲁肃的工资 都补贴了赤壁阵亡将士的家属 现在他们家里刚够温饱 实在没有余钱打酒 鲁肃直接脱下貂皮外袍 让仆人拿出去抵押 换一些好酒好菜 很快韭菜被骑 周瑜十分感动 想当年要不是鲁肃帮助 他已经被活活饿死 没想到现在二人 却成为政敌 可就算如此 鲁肃看到自己前来 仍然愿意用貂球换酒 这样的豪气让周瑜十分佩服 在酒桌上 周瑜终于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 你连流抗曹的方律 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再给我二十年 我一定会按你的方律行事 可是 老天爷不会给我那么多时间了 自己的身体 自己知道 十多年来周瑜南征北战 刀剑在他身上留下多处战伤 尤其是南郡中府 曹仁一支独剑让周瑜雪上加霜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像一块块要坠落的流星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消失在天空中 我已经不能选择走最好走的那条路 而只能选择走最快的那条路 去帮助主公实现一统江山的愿望 对于周瑜的想法 鲁肃表示理解 但他仍然不同意周瑜的观点 在鲁肃看来 人数一定高于霸数 鲁肃用曹操举例 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张狂无比 可经历赤壁大败后 曹操转变思想 开始卧心尝胆收拾人心 这说明曹操认识到了人数的重要性 如果按周瑜的思路 用武力逼迫刘备就反 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 眼看鲁肃还在主张连流抗曹 周瑜心中不服 刚想和鲁肃争辩 突然胸口一阵脚痛 紧闭双眼 沉默半赏终于恢复过来 但也失去了争辩的欲望 周瑜告诉鲁肃 自己决定的事情不会改变 更何况现在孙权已经同意攻打荆州 周瑜即将达成心中所愿 但鲁肃却提醒周瑜 孙权同意并不管用 在他面前还有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那就是吴国泰 周瑜听后心头一惊 这才知道自己漏了一位重要人物 而吴国泰即将发飙 MING PAO TORONTO